据说将香槟放进微波炉加热后 因为香槟的特殊构造 香槟会像火箭一样喷出 这是真的吗 为此老太找来了一瓶81年的香槟 并让罗姆将其放进微波炉当中 然后疏散厨房的所有人员 再在入口放置一块安全玻璃 隔离实验场地 二人戴上耳罩 专心地盯着面前的微波炉 十分钟的音乐过去了 但是微波炉没有一点的动静 这让小哥怀疑微波炉的运行情况 根据工作人员汇报 微波炉还在正常的运行中 就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 微波炉砰的一声 一阵阵白烟从微波炉中冒出 从摄像机的回放中可以看到 在微波炉中加热的香槟酒瓶口巢内 倒摆着喷射而出 看起来就像以瓶中的液体为燃料一般 走近看才发现 香槟酒的软木塞也被扔了出去 直接弹射到了冰箱上 给冰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气都掉了 看来是因为在微波炉加热的过程中 香槟酒瓶里的二氧化碳快速的膨胀 又因为酒瓶的样子类似于火箭 很容易获得动力喷射而出 等软木塞承受不住酒瓶当中的气体的时候 液体就成为了酒瓶的第一手燃料 击破微波炉的束缚 接着小哥的伙伴用手触碰了一下香槟酒瓶 立马被烫得缩回去 看来加热还是很有用的 小哥顺手尝了一下 味道有些一言难尽 而且不管怎么加热 香槟内部的气体都会受到膨胀 给香槟瓶子充足的动力冲破软木塞 如果加热的地点是在微波炉当中 那么危害是比较大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爆炸预兆 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就爆发了 而且香槟酒瓶喷射的位置也没有任何的目标 如果这时候厨房刚好有人 那么危险指数也是极大的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